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我们的歌《第三季录制时间确定》,秦深深确定回归,那应功劳最大 我们的歌《第三季录制时间确定》将于8月25号正式录制 随着录制时间的临近,节目也开始提前预热,网络开始流传我们的歌《你邀嘉宾阵容》 并成为很多网友讨论的焦点,还成功登上热搜榜 说实话,一开始没看懂我们的歌的预热方式 毕竟算算我们的歌《第三季》首次录制时间已经不远,该确定的嘉宾早该确定 只要一旦录制,所有参加录制的嘉宾都会被曝光 这个时候还用《你邀嘉宾》吸引热度 如果最终阵容与《你邀》阵容相差很大,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毕竟《你邀嘉宾》只是《你邀》,往往与最终阵容相差很大 但是《你邀嘉宾》又会让很多粉丝充满期待 因此需要时间慢慢冷却期待值 所以一般综艺的《你邀嘉宾》阵容都会很早就公布,流出足够的冷却时间 可是我们的歌并没有流出冷却时间,一旦粉丝期待值落空,会对节目非常不满 但是看了知名博主朱宏月透露的关于我们的歌《第三季》的消息后,明白其中原因 这位博主透露我们的歌《第三季》会在8月25号录制,嘉宾有周深、薛之谦、张信哲、李克勤、纳因、米卡等 像这种知名博主,他们透露消息时都非常谨慎 如果只是《你邀》嘉宾都会在嘉宾前面加上《你邀》 可是这位博主并没有,说明以上六位嘉宾很可能已经确定参加录制 在雨之前,流传的《你邀》嘉宾对比会发现,与《你邀》嘉宾阵容相差无几 因此,很可能这次我们的歌《第三季》的《你邀》嘉宾阵容与最终阵容相差不大 当然,已经确定了部分嘉宾是不是常驻嘉宾要打上问号 比如那音,那音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录制 但是有消息说那音会中途退出好声音录制 而原因可能是要进组拍戏 因此,那音即使参加我们的歌,很可能也是飞行嘉宾 就像《第二季》的《秦深深组合》那样 同样的道理,李克勤是《中国好声音》导师 《好声音》盲选已经录制完毕,进入下一阶段 导师要开始教导学员 李克勤有没有精力,有没有时间参加另一档音乐综艺 真的不好说,他很可能也是飞行嘉宾 周深与李克勤组合已经深入人心 如果李克勤只是临时参与录制,很可能周深也是 即使如此,看到《秦深深回归》还是非常期待 希望他们多唱几首歌曲 除此之外,张信哲已经参加了我们的歌《第二季》 这次第三季会不会常驻也是个问题 很可能也是如同那音,李克勤周深那样是飞行嘉宾 因此已经确定的六位嘉宾可能四位都是飞行嘉宾 而薛之谦米卡可能是常驻嘉宾 薛之谦这些年可以在网会上看到他 可以在一些综艺中看到他 但是他已经很少参加音乐综艺 这次薛之谦参加我们的歌,常驻的可能性很大 就是不知道是前辈歌手还是新人 薛之谦是知名音乐人,有很多流传度很广的原创作品 很希望他能在我们的歌演唱那些快斥人口的作品 米卡是INT01男团成员,是其中的Vogo担当 看过米卡在音乐综艺中的表现,感觉他唱歌不错 但是在唱国语歌时,发音还是很大的进步空间 当然,米卡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 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学习中文应该很快 而且他应该是作为新人参加节目 与前辈歌手组合,要跟前辈歌手交流 都需要学习中文 因此,很期待米卡在节目中的表现 也期待他演唱的中文歌 我们的歌《第三季》不可能只有这几位嘉宾 随着录制的临近,确定的嘉宾应该会越来越多 希望最终阵容与你要阵容差距很小 不让粉丝失望 我们的歌《第三季》的录制也即将开始 这档节目从第一季开始就非常受欢迎 每一季邀请的艺人嘉宾都十分有看点 且都是实力派歌手 其中也包括一些高流量艺人 比如肖战、王源、小鬼等 《第三季》邀请的艺人嘉宾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近日有网友曝光我们的歌《第三季》的嘉宾名单 其中包括了薛之谦、杨千华、杨云琴、周星哲 这四位是之前就有消息称要参加的 近日网友又曝光三个新名单 分别是马家琪、翟肖文以及汪苏龙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马家琪目前作为时尚少年团的队长活动中 作为歌手也具有一定的实力 不过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这个组合是时代俊峰G、TF Bryce后又推出的一个养成系组合 组合这两年的发展可以说非常快 除了一些组合活动之外 成员们还有许多单人活动和资源 像马家琪也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 另外也作为演员活动 个人主演的首部电视剧 大家应该都知道《快乐星球》第五部 马家琪还演唱了歌曲《什么是快乐星球》 可以说出圈了 成为某小视频的神曲广为流传 另外马家琪还参加了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第三季 虽说没有受到专业的表演训练 但在节目中的表现出乎很多人意料 未来马家琪完全可以作为双期艺人发展 另外一位也是偶像艺人翟肖文 是前组合RESE的成员 在18年参加综艺选秀《明日之子》 后面还作为演员出演了第一部影视作品《暗恋局生淮南》 后来又参加了选秀《创造演员》才最终出道 作为偶像组合成员活动了两年 这两年间也是收获中众多 作为演员一直积极活动中还拿下了《天官赐福》这个大饼 担任大主演 另外还作为配角出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但演技上还是有待提高 作为歌手的翟肖文便是他的本质 当时在创造影时 演艺歌曲《青森森与萌萌》打动了导师苏友鹏以及无数观众 也是比较有实力的 另一位汪苏龙他的歌应该是很多90后00后的青春回忆 当时汪苏龙作为网络歌手有着非常高的名气 其出圈的歌曲数不胜数 至今还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歌手艺人 每一次的新单曲热度都很高 也经常给各大影视唱OST 还活跃在各大活动晚会上 是实至名归极具人气的热门歌手 另外像薛之谦 杨清华也是知名歌手 已经在圈内活跃多年 作品以及本人的知名度都很高 另外还有两位新生歌手杨云琴和周星哲 前哲也是选旧节目出道 后者虽不怎么在内地活跃 但实力很不错 也出了不少单曲 总的来看新一季嘉宾名单 还是有很大的看点 我们的歌是一档高质量音乐综艺节目 其新颖的节目内容也有亮点 前辈歌手和新生歌手这种组合 也只有在这档节目中才能见到 据爆料 翟小文和马家琪将在9月中旬开始节目录制 大家期待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